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改善他是不断的呕吐 而且是喘气的状况 所以在12点06分的时候 院方是协助他来叫了救护车 并且在12点15分的时候 救护车就抵达到北院 那么经过救护人员专业的评估之后 是认为彭震生有需要来送医 让医生来检查他的身体情况 所以他在12点39分在罚警介护下 目前是已经到和平医院来进行就诊了 那么其实彭震生目前的身体情况 这个根据院方来表示是说 现在状况是没有什么大碍的 经医师评估现在状况还OK 不过在稍早的时候 彭震生的律师原本是在月圈月到一半 去吃饭休息 回来的时候才表示说 他们也是进门才得知说 彭震生的身体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律师通通说之前知道 他曾经有会有这种头晕 晕眩的症状 但是这次突发状况 也是让他们相当错愕 让我们来听一下律师怎么说 问一下 彭震生 他现在状况怎么样 因为刚刚我们在月圈的时候 没有看到他的状况 所以他可能是下去的时候 我们也是刚才得知 就是他可能刚才下去的时候 有送医院 对 那他现在看起来他状况很固定 我们刚才上面是还好 对 那他现在还可以回来开庭吗 现在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在月圈 所以我们手机也都被收起来了 对 那么现在是中间是休息的时候 对中间是休息的时候 对 所以也没有办法说那个 对 那今天早上月圈 那个申请那个 月圈的状况还好吗 目前 目前就是很顺利对 那彭震生有没有什么样的 希望辩驳的部分 这个可能等晚上看如果彭副市长有回来的时候 我们到时候辩护的时候再一并处命 对 那他是忽然月圈到一半 忽然感觉身体不舒服所以才需要 到一半的时候可能 我们也没注意 因为我们所有的律师都在月圈 可能也没注意到这个 所以后来发现彭副有不在 那我们也是刚刚去用完餐回来才知道这个状况 对 所以也是中股才叫救护手 对对 我们刚刚是在门口的时候才知道这个状况 对 那现在医院是借护就医的部分 这个目前都不清楚 对对对 那现在我也传说这个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工房的 这个绝对不是啦绝对不是 是吗 因为彭副身体就是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就不是很好 对 那它是本身身体状况是有一些 对它常会有晕眩的状况发生 晕眩的状况 所以今天开庭过程就稍微有点不稳定 其实今天还没有 就是还没有都还没有 对对对 只有在月圈对 不过现在也由于因为彭副身的出现身体出现状况 外界也都相当关注说呢 这个晚上的这个八点的家庭能否是如期的来进行呢 不过现在呢 根据这个台北地院的回应是表示说 因为现在距离晚上八点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彭副身如果能够如期开庭的话呢 将会来医医师的评估 说不定到时候他身体状况许可的状况 还是可以来继续开庭 但是呢 同案的这个柯文哲呢 这个开庭时间并不会受到彭副身的影响 也就是说如果彭副身的身体呢 在晚上八点前还没有好转 没有办法来开庭的话 有可能是先让柯文哲来先行开这个家庭 有法官裁定是否要将他收押 或者是可以招保后船 那么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消息 可以将时间镜头先交还给柯内主播